講到西甲蔡侯萍 本周先講王家馬德里的賽事 他們今次鑿核西維爾就出了大件事 王馬一開球是選擇找手反擊 本來照看牌面你會覺得沒問題 因為王馬前邊三個進攻點 你論上速度OK 有這個阿辛斯奧有速度 做超級連結人巴爾也有速度 賓斯馬跟一跟都暫時OK 而且去到鑿核西維爾收縮防守區域 打找手反擊穩陣些好像正常 但是你看到事實 出來之後反而是沒辦法穩守的 還要三番四次讓對方進入禁區 到底為什麼事實會跟他理論差那麼遠呢? 鬼咩? 基礎假設圓團不同了 這個穩守反擊會成功的基礎 假設是因為有體能 但是王馬現在沒有體能 那哪有可能選擇穩守反擊 去做這個基礎的取替 這個盧山、教練 為什麼會這樣? 穩守反擊是比控球在腳更加浪費體能 所以王馬一路打下去都處於下風 去到16分鐘馬歇路還要送大禮給對手打反擊 本身想穩守反擊的王馬球員都難以穩守 突然之間隊友送大禮後防區域還未整頓好 被人打死了 西維爾入球員由AC米蘭加盟的安達斯華 劉王馬落後之後 就叫做沒得打完手反擊 誰知就打了個來回高速球出來 更加浪費體能 去到20分鐘的時候 再給對方打多次反擊 這次搶不到第一點 就立即被人打回頭 劉王馬是進攻角球失敗 所以中堅上去後面沒有中堅 被西維爾打了個二打一的反擊出來 有些沒運 本來古徒爾斯都叫救到 但都給葡萄牙前鋒球員安達斯華 撿到雞梅開二道 去到32分鐘差點輸到3比0 卻奧斯真的好像踢到放假 自己中圈又搶不到第一點 之後脫了球 然後脫了球 又沒有衝回來防守 好像普巴那樣散步回防 又被人打反擊 這次幸好是華斯基斯射中尾 當然可以稱讚西維爾這邊的球員 非常快入局 沙拉比亞、華斯基斯 這些球員的反擊速度很快 整體來說 行軍速度也很高 但也要說 黃馬自己沒有體能 都選擇一手反擊 絕對愚蠢 明明選擇收縮防守區域 都叫做要輸兩個反擊 你就知道 其實一定是因為搶第一點 出了很大的問題才會搞成這樣 搶第一點都輸了 而為什麼呢? 今天黃馬接近搶每一次第一點都輸了 就因為沒有體能、沒有運轉力 肌肉反應不夠 黃馬就是最近受到歐洲國家聯賽所影響最大的球會 而對來的球員的體能根本沒有可能跟西維爾相提並論 沒錯 黃馬是沒有運氣 例如一分鐘之後 巴爾有個軟射中拳 不過作為強隊 都需要將運氣指數降到最低 所以黃馬是要開始想怎樣破密集 不過可惜 今天前面三個進攻點又變回自由浮動 其實之前兩場賽事已經沒有那麼自由浮動 只不過左右兩邊的翼鋒可以叫做換位置 其餘的位置不動 但是今天就連賓司馬都轉來轉去 賓司馬一去了左邊或者右邊的話 其實就會做不到中短期進攻 因為賓司馬又不是六頁 也不是半主角 離開中路的話 沒有用之餘 中間都沒有了一個支點 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黃馬在踢什麼戰術 只是見到進攻點調來調去 調到戀鬼了 結果一直都沒有進攻可言 西維爾就越踢越有自信心 去到38分鐘一個角球攻勢 西維爾也入了鴨仔波 黃馬就落後到3比0 雖然都可以說黃馬沒有運氣 因為對方入了鴨仔波 但是產生鴨仔波的原因 又是因為黃馬搶輸了第一點 也是因為盧帕迪利 傻仔教練 錯誤選擇就是基礎的戰術 找手反擊而浪費了體能 令到第一點搶輸了 也沒有控球賽 保存體能 也是錯的 黃馬去到要進攻的時候 又不知道在踢什麼 搞到長期都沒有辦法控制到節奏 以及控制到大局 亦破不了密集 搞來搞去 才搞到下半場55分鐘 才能入到一個炸壺 這個炸壺 其實見到是阿辛斯奧 有禁區頂中路做主角的能力 所以我完全更不明白 為什麼半場的時候 不調動 不加進攻點下去 應該用阿辛斯奧打主角中間 盧卡斯華斯基斯 進來打右邊 六頁 巴爾左邊 加上賓斯馬 前鋒支點 四個進攻點 才叫合理 大哥 你在落後三球球 半場都不調動 真是傻仔教練 還要一直用疲倦的卓奧斯 有體能的盧卡斯華斯基斯 你沒有正選給他 打了整個鐘 你輸到壞了 輸到三球 才被華斯基斯上陣 真是多謝甲成為 上一條片 黃馬的蔡宏萍那裡 有人問我 為什麼黃馬贏到球 還要批評 答案很簡單 你看到黃馬其實越來越有問題 結果今天就糟糕了 這個教練 用人都是很有問題 只懂得用死一班人 用到累為止 還要搞個自由浮動政策出來 也不知打什麼戰術之餘 自由浮動 其實更加浪費體能 因為走位太過複雜 而且有些走位太過多餘 是浪費體能 包括你調位那下的走位 另外六頁的位置 也是用得奇怪 就算我當黃馬這方面 六頁的位置只有一個 但其實可以打真正六頁位的球員 只有兩個 就是巴爾和盧卡斯華斯基斯 阿辛斯奧其實不是純六頁 巴爾和盧卡斯華斯基斯 上陣的時間比率 竟然可以是9比1 你可以說名氣差很遠 所以巴爾要打很多 我同意 但為什麼不可以 巴爾和盧卡斯華斯基斯 一起上陣呢 你4-3-3兩個拉邊 叫中間摩特利 上去打 這個是中期進攻 也可以 4-2-3-1 兩邊拉邊 這個阿辛斯 或者這個 伊斯高 打這個 進攻中場 中間組織一個 叫主攻出來 也可以 其實黃馬根本 是可以說變化多端的 進攻 但是這個傻仔教練 就沒有這樣做 反而他以為自由浮動 才叫變化多端 這個更加可笑 自由浮動的那些 就不是叫變化多端 是變來都多餘 不過啦 大家剪廣告 按廣告 彈廣告 視窗 和播出的廣告 並不多餘 絕對需要 大家要繼續 在每一條片裡 保持一定數量 去做下去 因為這樣做 才可以令到小弟 有一點點的收入 可以有尊嚴的生活 以及繼續免費為大家出片 之前大家 開了學鬆懈了 沒有時間 不要緊 現在大家做就可以了 繼續堅持 不要鬆懈就可以了 小弟這裡 先多謝各位 有兄弟問 為什麼電腦沒有廣告 相信就是你電腦 裝了一個 Block Act的程式 擋廣告程式 大家只需要 關掉一個程式 我發現 電腦片鏡裡面 會有Banner廣告 片鏡右邊 也會有廣告 大家按下去 彈到廣告視窗 手機那裡 就是片鏡下面 有固定的廣告字眼位置 大家按下去都可以了 好幫到手的了 另外 就是手機 或者是電腦也好 Youtube 都會時不時 片鏡最前 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 大家除了 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裡 找廣告連結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好了 明天再見到波 拜拜